乌克兰总统泽罗斯基快步走入会场 向眼前将近一百个国家组织一同商讨 如何为历史两年多的战争划下句点 乌克兰和平峰会15号在瑞士揭幕 泽罗斯基积极寻求终结战局 美方也派出副总统贺锦毅出席 再度奥援乌克兰 事实上和平峰会召开前夕 俄罗斯总统普丁也端出自己的和谈方案 不别苗头 普丁要求乌克兰必须割让相当于三个台湾大小的国土 并放弃加入北约 狮子大开口开条件 彻底遭到和平峰会与卫国在会议上疯狂嘲讽 除了俄罗斯拒绝出席外 从开战之际从未谴责俄军入侵乌克兰的中国也没有派官员出席 中俄联手抵制 试图削减峰会影响力 俄乌战火燃烧至外交领域中俄与西方互动陷入僵局 和谈短期内恐怕还是难有共识 再来新闻市的方法到